小夕 小夕 我没想到霍玉国还能再遇见你 还和你成同事 这位瑞瑟我总会想起 以前咱俩的故事 我都记得 我发现你才是真正懂我的那个人 没有人比你更关心我了 小夕 再一次做女朋友好不好 我不好争 这一次再也不会丢下你了 真的 当年还是金丁带着我跟乔西辰 去了什么的那个篮球队 然后乔西辰也是因为这个 才认识的林锐 但也不怪乔西辰 乔西辰不知道金丁喜欢林锐 一直以为喜欢的是那什么高天阳 金丁也觉得不想让乔西辰多想 就没说就默认了呗 你觉得林锐知道这事吗 你说林锐知道金丁喜欢她 如果林锐不知道的话 她明明知道晶晶跟乔西辰是好朋友 那她跟乔西辰分手之后 她为啥要这么联系金丁 如果她知道 她把金丁当备胎 你干啥去 我去找她 你去穿这个换一个 我去换衣服去 不好吧 林锐 林锐你知道 我们俩之间这些年 我最伤心的是什么吗 我知道 是我突然离开你出国的时候 还是你一个人在国内的时候 你说这些我都知道 我都能弥补给你 不是不是 真不是 真的 我最伤心的是 但是 我曾经以为 你走了以后 我的天就塌了 但后来我发现我天没塌 不仅没塌 我过得还挺好 我最难过的就是 我没有想象中 那么难过那么伤心 小姐 你不觉得 这说明咱俩之间 可以重新开始吗 林锐 我说简单一点 我爸曾经以为 爱情呢 是我生活的全部 最起码一度 我是真心这么以为的 但是我现在才知道 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 我生活里有挺多 重要的人和事 我爱他们 他们也爱我 我喜欢我的新生活 尽管我的生活 不是一帆风顺的 有伤心的 有糟心的 甚至 甚至 静静也离开我了 但我仍然喜欢我的新生活 我长大了 你也长大吧 你也会有你的新生活的 真的 雪 雪 你把胡锦丁当什么了